民众来到林区,邮电池是很多人为各位都要做的事情 不过提醒大家今年开始邮电池的收割 尽管不能等到,这就是可以领取中奖发票的预告 今年10月份立法院通过的公营需要 台电、台水还是家属公司都必须要开发票 今年1月份开始,台电是采取电池发票的方式 可以检查营专的浪费 目前大家都知道我们旅行环保 那以台电公司来讲 台电公司目前在全国的用户数有1300万户 那如果说都开这个实体的发票给大家的话 你看看一个月要开多少张的发票 所以这个非常浪费 所以国家财政部那边就推那个无实体的发票 所以在水电跟瓦斯的部分 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也都一样 都推这个无实体的电子发票 交费团队给了一个载具号码 民众交费到台电可以直接将开丽的电子发票 参与财政部的方式 未来第二周日另外也会主动来通知 民众提供费单的载具号码 刚好四大超商来列印这明年得到哪出点赵金 从今年1月份的电汇月份开始 电汇月份 那在这个电汇收据上面 都会有一个载具的号码 就会增加一栏载具的号码 那这个载具的号码就是说 这个你缴完会以后 我们会把这个载具号码 送到财政部的一个大平台上面 那你的这个载具号码就同时跟一组 这个电子 电子统一发票的这个号码连结 你就有一组的这个统一发票号码 那将来开奖了以后 每单月的25号开奖了以后 10天内 如果说你这一组这个载具的号码 有中奖的话 我们会主动用资本通知用户 那么你就要拿这一张缴汇的收据 所以这一张不能丢 拿这张缴汇的收据 在隔夜就是那个统一发票开奖以后 隔夜的6号以后 到四大超商就是统一全家 莱尔富跟OK便利商店的多媒体 事务机去列印电子发票的证明链 然后拿到邮局去零款 台湾专台用后总共度1300万万后 那是要开发票要把人家买借的借 为了表面浪费拆出的电子发票的方式 提前民众到会端 千万不能够担掉 不然这是没法来报端 虽然给大家一个顶数 但是向您的恐怖 好有民众这回来做去 那我们提前我们的声明链 先拿插红布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